沒有聊四季 天梯中心 大家好 我是Layon 今天要來看朝鮮人對上哥德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競技場 差點講阿拉伯 好 那先來看一下朝鮮人 朝鮮人這個文明呢 最大的特色是免費的工兵鎧甲 那他的單位呢 有這個馬戰車可以使用 馬戰車也是一個城堡時代 非常難擠的單位 只能用戰貓兵投石車或是老頭 會擠得比較消率一點 不然就要只用大量的騎士 才有可能打得贏這個馬戰車 那朝鮮人呢 他比較特殊的一點 是他的劍塔是可以自動升級的 風箭時代的劍塔 升到城堡時代 就會自己升級到防禦劍塔 那到帝王時代 則是到了這個大型劍塔 他升級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他的挖石頭呢 速度效率也很快 平常可能你連環塔公公 可能是要打這個 挖五個人去挖石 或四個人挖石 那朝鮮人呢 只要三個人 挖石就會很充裕 這個連環塔就可以 稍微卡不住 所以朝鮮人的塔公 是不太需要 花費太多人去挖石頭 然後可以多出來的村民 去產出幣的資源來 那朝鮮人還有免費的工兵鎧甲之外 還有這個陸地軍事單位的這個 木材減免 所以中天來說 朝鮮是一個不弱的文明 甚至在團戰中 也可以常看到他的身影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藍方犬是哥德仁 那哥德仁呢 這個文明特色呢 是他的打這些野生動物的資源 可以吃在更多一點 而且到了帝王世代 有六五折的步兵單位 可以使用 折扣非常多 讓哥德仁呢 可以爆出大量步兵來 那哥德仁的後勤呢 主要也可以打火槍火炮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 還有這個 哥德衛隊 都是他的主力部隊 那哥德仁的工兵來說 雖然沒有強弩 但是他的戰毛兵 是三攻三防都有的 所以遇到朝鮮人的話 轉這個戰毛兵跟火炮 都是可以考慮的 好 那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競技場 會怎麼打吧 那競技場最近是比較少播 那最近都能看到一場 我覺得個人還不錯的 這一場比賽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場比賽呢 也算是一個 有趣的一個對決 好 那目前看到的這個黃金呢 都是在外面 兩邊的黃金都沒有離得非常誇張 只有這個黃金 離得遠一點而已 那這張空圖來說 對於兩方就會比較簡單一點 那哥德只要控住這塊區域 兩塊黃金可以控下來 那如果再過分一點的話 可以去控對方的黃金 好 就要控這個位置了 對 所以朝鮮的城堡 待會一定要蓋這個位置 好 甚至下方這個城堡也要補下 那正面兩邊城堡 就是要位於 就是會有個對角線的概念 好 好 那目前看到哥德這邊是18匹 沒有打算來升封建 那就不是打塔弓了 好 那朝鮮這邊也是 19匹到了 也沒有想要打塔弓了 好 這邊也是直接打一個20匹 應該是會有打23或24 2324匹 然後點下城堡時代升級 好 封建時代升級 然後再加2 24加2或23加2 那差1匹的一個概念 是 其實有點看情況 我是覺得可以大家 可以去練一些文明 練個23加2的一個直層打法 大家競技場來說 可以獲得一些不錯的效果 那至於到對方直接一個塔弓的話 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會扛不住的問題 就要趕快 看到對方來 就趕快去把這個圍起來 讓敵人過不來就可以了 好 哥德爾這邊是打一個24匹 24匹點 封建時代 然後再打一個 再打一個城堡時代升級 那他這樣子的話 我在想 他這樣子應該不需要賣石頭 因為以哥德爾的肉量 可以吃得更久一點的效果 那他這邊經濟其實很好 所以石頭應該是不需要的 趕快升到城堡時代 欸 喔 沒事 剛剛想說他沒有按村民嗎 有 哇 那哥德爾的肉量 其實是可以打一個 23加2 23匹點封建的一個打法 哥德爾的肉量 看起來前期是這樣足夠打 好 那朝鮮是打一個26匹 好 這邊也是按兩村 然後點了馬舊 嗯 冰工廠 好 還點了一個伐木 那朝鮮這邊是明顯多兩匹喔 26匹上有點慢了一點 但經濟量來說會比哥德爾好一點點 好 那哥德爾的經濟加成已經結束了 到了帝王時代才有額外的多死人口 才可以再繼續增加這個經濟效益了 那兩邊都是打一個正常的肉馬開局 去搶生物的一個打法 沒有太特殊的一個地方 這是一個正常開局 那這邊就是要趕快量產肉馬 然後存個150肉 點一下輕奇兵的升級 OK 輕奇兵升上去了 那朝鮮這邊則是沒有要打輕奇兵嗎 看起來是有 這邊還沒有城堡時代 這邊還多了按一隻肉馬 剛想說他放在家裡 是沒有想要去控圖了吧 還是有點害怕 哇 結果朝鮮這邊升級 出現了小小意外 多按了一隻肉馬 造成他的輕奇兵升級不上去啊 哇 這個是一個 比較不太好的一個miss 唉唷 這邊也沒有升級輕奇兵 而是先升級了跑速 那這就不能說他miss了 OK 那這邊是按了兩隻老頭 鴿子這邊是按了一隻老頭 要上去撿生物 但是看到上方有四隻肉馬 老頭直接原地返回 兩邊生物都還沒撿到任何一顆 但是這個生物分布 對鴿子來說是比較有利的 都離鴿子家非常近啊 雖然朝鮮這兩顆生物也是很近 但是數量有點不太平衡 這個生物應該在更中間一點 才OK喔 好 沒有關係 這個世紀立國 有些地圖上 反正就是不公平的 所以可以在不公平的地圖上 還能繼續打贏的玩家 那真的就是硬實力了 RTS遊戲的變數很多了 打法觀念啊 戰術這些 都可以往往決定成敗 不一定是要看地圖 當然地圖也是成敗之音喔 地圖如果就投降的話 其實對於爬分來說 心態是不好的 最近有看到玩家在討論 地圖一個平衡性的問題 所以稍微來講一下這件事情 這就好像你只打順風場 逆風場 每一場都只想15GG頭 那你的分數自然就很難上去了 這個逆風場 本來是讓自己進步最快的 一個捷徑方案 那順風場只會讓自己帶度下去 就是我們所謂的舒適圈 好 那這邊看到兩邊肉麻都稍微碰撞一下 並沒有做出大量的交換 哥哥這邊順利拿到了三個聖物 果然還是哥哥拿下了一些優勢 好 那曹琴這邊是直接點了輪軸 兩邊都是輪軸上去了 好 肉麻過來 帶肉麻過來會被遭響 哥哥這邊也不敢輕易的往前 當然哥哥這邊蠻偷的 他只按了一個老頭而已 然後就撿了三個聖物 划算 好 肉麻再繼續往前 互打一下 稍微調戲一下對方的肉麻 好 旁邊肉麻的數量都要快差不多了 好 朝鮮這邊3TC開龍 哥哥這邊會再補一個嗎 先點帝王時代再補一個 好 點帝王再補一個城鎮中心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兩邊幾乎是同時點下 78P點下了帝王時代 這兩邊是怎樣 鏡像動作嗎 兩邊都是肉麻過來去肉麻回來 然後招搶被逼退 OK 朝鮮這時候點下了首推車 弓兵 一級射 還有二級的蛙精 展出的是大量的射箭場 當然是要走強奴路線喔 那打哥德走強奴其實蠻微妙的 應該大家都知道哥德衛隊喔 這個單位是有高遠房的一個能力的 而且是哥德的一個精華單位 這邊朝鮮直接打工兵 可能也是要轉火槍吧 可能轉火槍的可能性更大一點 好 先點下的話 雪二級射 是他其實想打馬戰車 好 哥德這邊升級的是瓶種 還有步兵鎧甲 二級攻已經補好 三級攻也準備要補下了 好 開始在前線轉出了步兵 轉出的單位是哥德衛隊 好 開始在前面插起了大型箭塔 免費的箭塔升級喔 就是比較厲害一點 好 那果然朝鮮轉出來也是火槍跟火炮 打一個遠程部隊喔 但是沒有任何的坦克 那朝鮮需要坦克的話 可以考慮使用步兵喔 需要這個步兵打法的話 可以考慮打這個劍兵勇士 但他的劍兵勇士有缺點喔 就是沒有三級攻喔 那他的弱馬呢 甚至更慘 沒有三級馬海沒有品種 所以打弱馬的話 其實防守能力並不是很好的 本來是要需要大量的劍兵勇士坦諸正面 才可以順順往前推喔 當然劍兵勇士跟對方劍兵勇士互打 朝鮮來說是稍微落後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朝鮮這個文明其實很微妙 說他弱也不弱 但說他後期弱 他也真的是單挑來說後期有點弱 因為後期有很多兵喔 可以解掉馬戰車喔 還有這個火槍火炮 還有弓兵的問題 那其他的近戰單位喔 朝鮮都是偏弱的 好哥德這邊點下了三級攻 那哥德遇到火槍會怎麼處置呢 好哥德打火槍喔 有幾個打法 第一個最簡單就是出戰毛兵嘛 再來就是轉火炮 這幾個是比較單純的 那再來就是出大洛馬 哥德本身來說他是大洛馬可以升級的文明喔 但是他沒有三級的馬卡 但以打這個槍兵來說 火槍兵來說大洛馬是很好用的 好這一波大戰一觸即發 火槍居然沒有想要閃躲的意思 直接正面扛住了哥德衛隊的傷害 這邊哥德衛隊只要兩刀就可以收掉一隻火槍兵 沒想到直接扛住了 哇靠 這邊火槍全部送光 火槍兵完全沒有要賭的意思啊 這一波交戰哥德拿下了第一戰的勝利 看起來是朝鮮這邊有點虧喔 因為畢竟火炮也被打掉了 反而是哥德這邊一台 工程器都沒有被打掉 好大型艦塔又被拆掉了一個 前方巨頭 哥德衛隊又再上前輸出 順利的解掉 好這時候哥德點下了馬卡 但是肉量開始不足了 只有55片田 田的農田效率並不是還很好的感覺 兩邊打的一個時間點都是偏早 30分鐘左右就開始打架了 OK後面的大型艦塔也是被收掉了 四巨頭打下的傷害非常高 哥德這邊按了一台衝車 想要來適應火槍的傷害 還有大型艦塔跟城堡的威力 當然前方有村民要來解這些衝車也不是問題 唉唷但是火炮有點危險 唉唷好像沒有在控 好這邊看到對方的陣地喔 開始建立起來 那朝鮮人在打資金場來說 可以利用自己的大型艦塔大處去控著 就像這樣子 盡可能為自己拿下一些地圖上的優勢 那哥德這邊要小心一點 去上方 可能要到處巡邏一下 稍微防守一下對方的這個 碰圖優勢 不然就是要直接正面打爆他 那他的碰圖就沒什麼意義了 但是目前哥德這邊要打贏 還需要一段時間的樣子 這裡直接點下了井噴 井噴點下之後 哥德軍營的生產效率 就會再加成100% 直接變成雙倍生產速度 哇開始噴了開始噴了 好快 超高數量產 哥德衛隊現在只要兩刀 就可以收掉一隻火槍兵 朝鮮這邊還是要稍微走A一下 不能再用臉去接對方 哥德衛隊的刀了 好上前就是隊的火槍一陣暴打 火槍數量小減速度非常快速 這一波包夾看起來哥德打得很好 但是後面並不是包夾是想要先收掉火炮 收掉火炮之後 大量的火槍直接躲在炸型艦塔的下方 但是火槍兵打哥德衛隊也很痛 但是數量上來說 還是被哥德衛隊完整包圍住了 這邊大型艦塔也沒有辦法保護住剩下的火槍兵 哇 這裡看起來哥德還是略勝一籌 這邊村民想要解掉巨頭 但是血量直接被拉了回來 哇靠剛剛剩下五滴血 居然被這邊大量村民把血量給抬回來 朝鮮這邊真的需要一個肉盾單位 坦在前面 這個太困難了 只用火槍彈 不好打 那我也能理解朝鮮這邊的想法 因為朝鮮想說自己有大型艦塔 利用大型艦塔自行掩護 但哥德這邊只要不理大型艦塔 直接是直擊火槍兵 火槍兵只要解決掉之後 這些大型艦塔 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巨頭慢慢採除了 哇結果哥德真的是採取一個上方 直接不理的一個態度 完全不屌 這個石頭也沒挖 反正我就是爆步兵 工程器往前拆 一波跟你A到底 朝鮮能注意到 他的火槍沒有坦克這件事實嗎 不然就是朝鮮要轉出投石車了 看能不能掌個一波 其實步兵戰來說 投石車也是很好用的單位 而且朝鮮投石車有這個射程加成 可以利用很遠的射程 在家裡進行防守 但是哥德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可能讓朝鮮這邊有顧慮到這個問題 不太敢直接用這個投車去砸步兵 用火槍去解 哥德衛隊實在是有點困難 這邊大型艦塔 兩座三座直接被打爆 城堡也沒了 正面的圍牆也開始要被拆除當中 趕快圍一下 哥德衛隊已經鎮除了 朝鮮城牆外的所有艦塔 這一波的衝鋒打得非常漂亮 好 那既然你家門口拆完了 那我就開始往上拆 哇 這個 哥德衝車 這個組合 好Counter攻兵果 攻兵果最怕這些東西了 哥德衛隊跟衝車 都是最害怕的東西 朝鮮人中意識到沒有肉隊 轉出了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配上靈甲攻擊 這樣子的話 劍兵偶士的生產就會更有效率一點 價格更便宜一些 家裡花被這些軍銀給塞滿了 塞得滿滿都是啊 OK 順利解掉了大型箭塔 右邊的三根箭塔會再繼續拆除嗎 看起來是會的 看起來是會的 但... 哥德這邊是沒有注意到 潮型在上面又插了一根箭塔 想要來碰住這一塊石頭了 好 哥德這時候補下了火炮 不是火炮 化學 好 上手建兵也在研發 好 步兵 鎧甲三級板甲也點下了 有可能是剛剛步兵有看到外面這個均勻的 應該意識到... 朝鮮這邊是要來轉 步兵單位了 好 這裡兩隻哥德衛隊 直接看到這邊兩隻村民在偷蓋箭塔 抓不到95%沒蓋好 好 尷尬囉 好 衝車繼續拆除 好 這根衝車吸引到了非常多的傷害 大軍在正面不敢貿然前進 朝鮮這邊在等待劍兵勇士的升級 二級弓也補下了 好 這一台衝車 裝一根箭塔 這根箭塔應該也是要被拔掉 上方的控圖區域全部被哥德拿了回來 OK 哥德在上方也補了... 朝鮮在上方補了一根大型箭塔 好 這裡要往前了嗎 火槍54隻 哇靠 這數量有點猛 好 那如果這麼多的火槍數量的話 盡量不要聚集在一起喔 用閃震的方式喔 才可以讓火槍的傷害進行最大化 但是前方如果有衝生坦住的話 就很危險了 全部的火槍都會打在這個衝車上 都只有一滴 後面的火槍一直對後面的火槍面進行輸出 只要火槍面被巨型在一起傳的話 就會被火槍進行無情的打擊 那這邊火槍可能要被衝車給頂掉了 哇 直接衝車一仗 火槍被捅爛 更大量的哥德威隊一直上前 後面的巨頭也是依序補上 從著繼續往前 這邊吸收到了非常多的火槍傷害 哥德威隊第一時間也是補了棍竹的出來 但是看到對方劍兵勇士有要打算轉兵的意思嗎 還是要爆出更多哥德威隊呢 上方的衝車也是即時趕到前線戰場 後方的大型機台繼續在劍兵起來 但是這邊的步兵單位數量還是很多 擊殺掉了非常多的火槍 火槍直接全面倒逛 這一波是由哥德第三次的大勝利 朝鮮這邊雖然轉出了裝甲步兵 裝甲步兵 劍兵勇士 當然劍兵勇士數量還是沒有比哥德這邊景噴還要多 景噴遠遠不絕的讓步兵一直遠遠噴出來 雖然哥德威隊打對方的劍兵勇士 雖然體質來說是比較差的 但是現在使用數量壓制 還有加上自己有三攻的優勢 直接把劍兵勇士給打到殘了 數量一直起不太起來 好 當然數量開始變少了 哥德威隊這邊沒有後續的支援 雖然只差少量幾隻 雷伯交戰 哥德威隊這段也是被消滅待見 但是這邊的修造業已經被拆除 五台巨頭也在拆除正面的劍塔 這邊的建築產能要全部歸零了 好 上方步兵大戰 看來是由劍兵勇士還是拿到了一些小小的優勢 好 這時候哥德也轉出了劍兵勇士的升級 送手劍兵點下 劍兵勇士補了 再走了進來 哥德威隊 這邊火槍使用建築學 把這個堵口被堵住 這邊哥德被迫在他家領地 開始對戰起來 上方有更多劍兵勇士過來支援 這是後方的巨頭 已經要開出一條血路了 後方程度中心被打爆 上方的劍兵勇士再次開戰了起來 哥德威隊直接無情開鏟 哇 扛不住 太大量了 超前直接打出了GG 哇 這一把哥德出了343隻的哥德威隊 數量非常之多 超前這邊的一個問題 就是火槍控不太好 而且都是一直用這個 Z陣 就是我們的排列陣型 就是原始的陣型 所以全部的兵都擠在一團 很容易被哥德威隊給包夾 還有後面的火炮給直接擠火掉 這是一件相當危險的事情 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是由哥德這邊拿下食物跟黃金的順利 食料是由朝鮮這邊拿下了一點點 木材的話只是朝鮮零下快一萬的木材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